我现在在这个永藏的走廊 可能有点阴冷 因为它是在地下 你看到左右陈列的 都是一些长方形方形的时刻 如果你有感觉的话 你可能已经知道它是什么 没错 你的感觉是对的 这些都是墓碑 在古罗马时期 庞大的罗马城 已经有了百万的人口 这个时候有战俘 有外来的人口 他们如何去识别自己 在历史上的印记呢 当他们长眠的时候 他们用识背的方式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是干什么职业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纸规 那么这些石碑 就是它上面的点点度量 在那个需要区分 高低贵贱身份的时代 贵族就是这上面大大的标记 而平民或是奴隶 便是那些标记之间的 小小凹痕 卡皮托利欧博物馆 在陈列设计上 将这些石碑摆放在地下通道的两侧 这里阴冷 中年无光 可能是为了不再过分惊扰睡去的灵魂 毕竟他们今天已经与灵木分离 在这恰似阴间的地方 也许更适合适去的仙人 向我们这些后来者沉着地说出自己的故事 既然有百万的人口 那么墓碑的数量一定是惊人的 所以今天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罗堂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组四皇墓碑 有这样一个石刻的 会有一些浮雕 我们会看到这东西 你觉得它是浴缸吗 其实不是 这实际上是一个罗马的石棺 这些石棺在整个罗马城里面 会广泛地出现 到了巴洛克时期的时候 进行重新建设 这些东西被重新运用起来 所以今天你在意大利的街头 主要看到它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充当什么的呢 是喷泉的接水的池子 这里还有一个残片 它应该也是石棺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深浮雕 仔细地去看这里 有一个女性 然后骑在一个牛的身上 那女人能想到的是什么呢 它可能跟欧罗巴 或者是宙斯有关系 但实际上这里面可能体现的是 人对神的献祭的过程 我们再继续看这边 这个东西很大 而且还是带盖子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罗马的石棺 在这个上面有好多的浮雕 风石程度很高的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 当年这件东西是多么多么的贵重 它体现了罗马贵族 对自己下葬 所追求的一种全新的理念 罗马的这种生死观 除了是自我民族意识的体现以外 更多的也受到了古典希腊的影响 这个在肉体上被罗马征服的民族 因其巨大的文化优势 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罗马的基因之中 对于同一种观念的表达 也许会因为时间地点的区别 不同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方式 但往往都会殊途同归 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至于那些从内容到形式 本就极其相似的 若是在考虑到地理的相邻现实 就几乎可以认定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 这个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手段 今天我们在希腊雅典的 国家考古博物馆当中 同样会见到墓碑的陈列布站 他们在雕刻的内容上 表现了与罗马一样的彼岸观念 在博物馆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是这样的方形的浮雕的板 而这些板实际上不是一些普通的装饰品 它是古希腊人的一种生死观的代表 因为它是墓碑 古希腊人相信世界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天空、大地和阴间 阴间的掌权者就是那个牵着三头犬的明王哈蒂斯 无论你是谁 最终都要在生命的枯竭中败下阵来 从卑微劳作的奴隶到荣耀至尊的皇帝 无一例外难逃命运的网络 这个墓碑和我们中国人墓碑不同 写了一个名字或者有歌功颂德的一些赞胜的词 而希腊的墓碑是非常直观的 它所表现的就是用形象的方式来表现活人对死人 的一种礼赞怀念等等 比如说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 这里面有两个人 哪个才是这个墓的主人 也就是死者呢 是这个形象 如果通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这两个人的表情是不同的 这个人的表情是高远的 也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的表情 也就是没有表情 代表着他的超脱和进入彼岸的状态 而这个人的表情呢 是一个小的奴隶 他是现实中的人 他的表情是相对哀伤的 因为他正在缅怀他死去的主人 实际上在这幅作品里面 他要表现的这个现实的意境 这个小的奴隶是看不见这个人的 因为他已经死去了 而作为站在墓碑外面的所有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 以及当时他家属的缅怀者的话 他们实际上是在缅怀这个人的善良 这个人当年是有多好 而这个人已经从 已经是一个灵魂的形象表现在这里了 那么他是怎样表现他的善良 或者是美德呢 这里有个小的细节 他是在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个鸟笼子 因为他正在解救一个 被下面这只小猫威胁的小动物 而那个小动物已经被他解救出来了 正在他的手中 是一只小鸟 很大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